白云苍狗 听成语故事习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178集 事宜 白云苍狗之白云也原作白衣 指白云原本像一件洁净的白衣 转眼间却变成灰狗的模样 比喻世事变幻无常 于本堂 杜狐可探师 典元 堂 杜狐可探师 据全堂师 却二二 杜狐也 天上浮云如白衣 思虚改变如苍狗 无往进来共议时 人生万事无不已 近者绝眼去其乎 和东女儿身幸福 丈夫正色度顶经 封城客子王继 群书万卷茶暗送 孝经一通看在手 贫穷老数家外籍 好事就置为邪酒 豫章太守高帝孙 以为宾客敬泊酒 闻到三年未曾与 小心恐惧必起口 太守得之更不已 人生反复看一筹 明月无暇起容易 紫气郁郁流冲倒 时微可仗珍豪俊 二人得志军策谋 太守情者领山南 帮人撕之彼腹 王生早曾拜颜色 高山之外皆陪冷 用为西河天为城 用萍水土地为后 王也论到祖江湖 离野城一旷前后 死为星辰中不灭 只君咬顺烟恨朽 无备陆路宝半行 恭候立牧场回首 祝姐 思须片刻短暂的时间 绝眼反目 绝阴绝挖 河东地月当在金山西省境内 黄河以东的地区 其汉曾于此设河东郡 其后唐志岛 宋志路一街称为河东 封城唐代封城建议 典故说明 白云仓口原作白衣仓口 建于唐代杜甫可探诗 这首可探诗是杜甘叹朋友王继勇的遭遇而写的 王继勇 唐恨男人 虽然家里贫困 虽然家里贫困以卖鞋为生 但仍好学不倦 变缆群疏 而他的妻子 却因为 受不了穷困的生活 和他离婚 后来他获得礼免的赏识 做了官 杜甫这首诗第一段的意思是 天上漂浮的云 仍本像一件洁净的白衣服 转眼间就变成灰狗的独样 从古至今 人世上各种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里面有二具天上浮云如白衣 思虚改变如苍狗 便变成白云苍狗这具成 用来比喻世事变幻无常 出现白云苍狗的书正如青 姚奈汇居四时 白云苍狗沉缓感 也到空离世子家 用法说明 一 如今局势变化 有如白云苍狗 谁能说的主名会是怎样 二 人世间的事 恰如白云苍狗多变化 三 回忆虔诚 往事如白云苍狗般 不尽病人虚息 四 少小离家老大回 除了相依未敢败 白云苍狗人世已非 五 离开家乡没几年 但许多事情的变化 已让人有白云苍狗之谈 六 最近古事行情 又如白云苍狗般 分秒变变个样 真是达它没辙 七 两个老朋友碰面 难免聊起儿时种种 才惊觉白云苍狗 人世全非了 白云苍狗比喻世事变幻无常 恭喜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其古人智慧 优兔笑谈感谢你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